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三个月后 哲言来到太前公书房 看着凤九 对他认真的说道 那寒冰有了裂痕 凤九 帝君他 可能要醒了 凤九一场冷静 可能 何时 嗯 只是可能 还不能确定 也许就这两天 你可要去不周山 凤九走到旁边坐下 不 我不去 哲言有些惊讶 为何 因为要照顾滚滚 不 凤九有些痛苦的低下头 眼泪掉下来 哲言 对不起 我没有姑姑那么坚强 我不敢去看他 我怕他没有真的醒过来 我受不了那样的失望 哲言叹口气 是啊 他已经承受了太多了 哲言对他点点头 即如此 凤九别太伤情 你就在这太成功等着 他会回来的 哲言深深看他一眼 转身离去 凤九没忍住 痛哭出声 哲言料想的没错 只是两日 冬华便仙缘归位 强大的仙缘克制了他体内的魔缘 他终于修复了自己冲出寒冰 此时的冬华 他的仙缘和魔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滋养 他 更强大了 当他回到九重天时 天上的玉笼中整整敲响了九九八十一声 天君领着各路仙家一起到南天的迎接他 洋洋洒洒地跪了一地 他还是那样清冷 后面跟着墨渊和哲言 他没有给任何人面子 没有做任何停留 只对着天君点点头表示一下 便直直地朝太成功走去 墨渊和哲言都没有跟着 他们知道 此时 帝君与凤九需要的是独处 四命拼命地往后山跑 在凉亭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女君 帝君他 帝君他 凤九正在收拾一束佛林花 他抬头看着四命 笑得温柔四命 我知道了 我听到钟声了 四命稳稳心神 颇为动容地点点头 他们俩太不容易了 终于熬出来了 四命朝他试个礼 转身离去 凤九没有动 他平静地整理着手中的佛林花 面色祥和 看不出情绪 一直到他感觉到有人站在身后 他起身往后看去 凉亭里 那个人 还穿着仙魔大战时的银色盔甲和白色战袍 微风阵阵 吹着他的银发丝丝飘扬 清冷的面孔 此时又多了一分俊老 双眼中满含温暖的深情 他 真好看 凤九走上前去 定定地看着他你是何人 东华帝君 你真是东华帝君 怎么 不像吗 不像 我在诀言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 真的不像 所以那诀言的藏书里 到底把本帝君画成了什么样子 改日倒是要让他送过来看看 凤九大笑出声 笑有多浓 泪疚有多深 他扑进他怀里 哭着笑着 喊着他的名字 冬华眼眶红润 紧紧搂着他 九儿 你受苦了 一阵微风袭来 空气中都是佛林花香 这一季 佛林花又盛开了 三百年后 滚滚在佛林花的凉亭中 认真地看着上古史 凤九看着他 真心觉得这孩子一点都不像自己 小小年纪 比他还嫌老成 冬华坐在旁边 一手拿着竹简一手撑着额头 也是看得认真爱 凤九叹口气 这俩人 真无趣 突然 远处天边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冬华坐着身子一看 对凤九说道九儿 看样子 你今日终于可以飞升上线了 凤九也看看天空 理所当然地回到是吗 那你还不去 冬华看着他我去哪儿 去扛雷啊 我的修为这么浅 肯定扛不住啊 冬华一脸你真好意思的表情看着他 他开心地对他笑笑 笑得很纯很甜 此时雷声大作 滚滚看了看天空 对冬华说道 父君 别耽误了 赶紧去吧 等完事了 滚滚还有些不懂的地方想请教父君呢 冬华对着这对母子温和的一笑 认了 起身灰灰衣袖 朝那乌云下面走去 凤九继续玩着手中的佛灵花 滚滚对他说道 九九 你别玩了 赶紧的 要不出去躲几天 要不找地方歇着 等下父君回来 不知道又要赖在床上多久 不肯吃饭 不肯下床 不肯自己穿衣 连如厕都要你伺候着 凤九一惊 我去找成玉 啊 滚滚叹口气 找成玉有用吗 他看着凤九的背影摇摇头 继续认真独着手中的上古史 这一对爹妈 真是让他操碎了心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